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接下来宫北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五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 也是紫禁城的正门 在文学戏剧中常常有一句话叫 推出五门斩首 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 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在明清宫廷剧中 常常有这样的片段 某位大臣犯了错 朝堂之上皇帝圣怒 大喝一声 推出五门斩首 大臣一边大喊 皇帝饶命 一边就被拖出宫门 在戏曲小说中 推出五门斩首 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 五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 处理在紫禁城中轴县的开端 五门前有宽阔的广场 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 五门斩首 却有其事吗 这个推出五门斩首 这个推出五门斩首这件事情啊 应该是不存在的 那么怎么来的呢 它应该是个误传 就是啊 推出五门 行刑 由这个行刑 误传成了斩首 那么当然你作为五门来讲啊 这是皇家呢 应该说是第一道门 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傻头啊 这样也是不合适的 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 是在西市 这个清朝呢 就到了菜市口 五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 雄伟高大 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 平面呈凹字形 凹字台墩上是五座屋极微峭的楼阁 形似展翅的凤凰 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 五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 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 但是在五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 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法 叫停障 五门前停障最著名的故事 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 这一天 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 突然宣布 他有一个新的决定 大臣们一听 暗教不好 他们纷纷担心 不知道这位小皇帝 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 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 十五岁继位 他生性顽劣 身为皇帝 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 令人瞠目结舌 正德九年正月十六 宫中元宵节放烟花 不慎失火 殃及宫中重地前清宫 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 正德皇帝却很开心 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 并赞叹道 好一旁大烟火呀 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 他喜欢打仗 自封威武大将军 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 他穿着铠甲 亲自带领士兵操练 最多时操练的士兵 达到万人以上 呼喊声和炮声 在紫禁城九门外面 都能听到 有史书称 明朝的正德皇帝 明武宗诸后赵 是明朝276年来 最能胡闹的皇帝 相传 清朝时期 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 就会被师父训斥一生 你想学诸后赵吗 那么这一次 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 原来正德皇帝想要难寻 明义上说考察民情 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 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 大臣们自然不同意 当面阻止 不仅如此 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 汉林院的书分 是一位状元 负责修书 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 上书劝谏言辞激烈 正德皇帝很生气 罚书分在五门前跪了五天五夜 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 反而惩罚觐见的官员 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 正德皇帝一件事闹大了 才勉强妥协 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 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 正德皇帝越想越气 他下令将书分等劝谏的大臣 全都拉到五门外停仗 停仗 这是明代独有的一个刑法 停仗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有的官员 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意志 把皇帝惹恼了 所以皇帝下令在五门外面行刑 俗话说就是用棍子打屁股 明朝行刑的话 两个朝代最严重 一个朝代是正德 一个朝代是嘉靖 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 嘉靖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去祭太庙 结果有个官员提建议 向他提意见 这样说不可以 热闹了他了 好他下令 把官员拉出去打八十棍 不仅打八十棍 这个皇帝本人 还坐到文化殿 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 这八十棍 中间打折了三棍子 百人都打死了 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停仗通常在五门外 中央遇到的东侧进行 军士一边吆喝 一边轮流执仗施行 没打五下换一个人再打 停仗分用心打和着实打两种 如果奸行官脚尖张开 那么就是用心打 可能会导致残废 如果奸行官脚尖闭合 那么就是着实打 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五门外有过荒唐的明代停仗 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 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 这一次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清朝康熙年间 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 五门外气氛紧张 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 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 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 他们这是做什么呢 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 他十五岁 登基已经八年 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 辅政大臣敖拜手中 康熙对外政策开明 提出包容并序 而敖拜推行保守政策 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 康熙意识到 这是打击敖拜的好机会 双方在五门广场展开对决 用不同的方法测算 政务十分日盈的长度 结果传统立法再次测算失误 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 少年康熙小小年纪 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 他最终成功除掉敖拜集团 在五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 而且五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 五门从正面看是三个门洞 从后面看却是五个门洞 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通常情况下 五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 除了皇帝之外 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 有三个人能从这里出了一回 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 清朝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 十九岁的光绪皇帝 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 虽然由于慈禁的阻拦 光绪直到十九岁才成婚 遗暑晚婚 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禁的侄女 叶赫纳拉氏 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 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圣经 叶赫纳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龙与皇后 穿着华丽的礼服 坐在十六人台的凤鱼上 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 及时一到 五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 清代宫廷等级森严 五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 这条路又叫御语路 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 除皇帝外 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五门进入 他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 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 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幼年等级 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 也就是说曾经有四位皇后有幸走过五门的正门 大婚当天 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 沿着玉道穿过五门入宫 经过五门 沿着紫禁城中轴县 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昆宁宫 继继继继续举办大婚仪式 除此之外 还有三个人有机会从五门的正门走出一次 他们是谁呢 紫禁城里 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电视结束后 这次考试的前三名 状元、榜眼和叹花 接受皇帝的接见后 经五门的正门走出皇宫 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 金榜提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 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因为五门呢 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 所以它的设计呢 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 我们看一般的门呢 它都是平的 比如我们看天安门 平的五个门洞 这个五门呢 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 所以它是有点威子性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问题出来了 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 就不够了 所以它采取的什么呢 正面看是三个门洞 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 还是五个门洞 为什么呢 它有两个东西 噎门 五座门洞中 除了中门 剩下的四个门洞 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 每当早朝 大臣必须午夜起床 穿越半个京城前往五门 凌晨三点 大臣到达五门外等候 当五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 就要排好队伍 宫门开启 门武百官走东偏门 宗室王公走西偏门 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夜门平日不开 只有逢大朝之时 官员按门东午西分别由夜门出入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解开宫北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太和殿俗称金卵宝殿 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 最显著的位置上 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 我们看清宫系皇帝上朝 排畅十足 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 其实不是 太和殿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 比如皇帝登基大婚出征 接见重要外宾等等 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 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 规矩繁琐而复杂 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 把规矩不当回事 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 那么他是谁呢 明朝的郑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 他从小不爱读书 喜欢打猎 身为堂堂帝君 却一心想当大将军 郑德十二年 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十三日 天还没亮 郑德帝突发奇想 就到天坛去祭祀 然后偷偷跑去南院打猎 黎明 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 大家先追到天坛 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院 大臣们又追到南院 但院门紧闭 不得入内 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 下午皇帝传旨 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 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 可是大家左等右等 也不见皇帝的影子 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 要在奉天殿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 接受朝贺 皇帝命令不点蜡烛 到处漆黑一片 大臣们会在奉天殿前 苦不堪言 这还没完 到了后半夜 郑德皇帝兴志正高 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 和四夷朝贡的侍臣 天寒地冬 朝臣们又是下跪 又是磕头 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 规矩森严 让郑德皇帝这么一闹腾 竟成了儿戏 顿师威严 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 都在太和殿举行 然而 明朝时期 却有好几个皇帝 都没有见过太和殿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明朝永乐年间 即公元1421年5月的一天夜晚 阴云密布 不一会儿雷电交加 突然一道闪电 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 刚刚落成四个月的大殿 化为灰烬 直到二十年后的正统六年 大殿才开始重建 在明清历史上 太和殿曾经四次被毁 四次重建 其中明代被毁了三次 清代一次 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是清朝康熙年间 同修后的面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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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和殿的正极两端有一种被称为吃吻的神兽 相传吃吻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喜欢吞火 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极两头 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 据记载 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 吃吻的作用功不可没 那么 秘密就在于 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吃吻都安装了铁链 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 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 还是为加固吃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 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举行典礼 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 也在太和殿举行 原来 康熙皇帝为了选拔人才 决定在太和殿特开博学红儒科 也就是说 大臣可以随便向皇帝推举人才 凡是有才学的人 哪怕只是一介不一 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 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 如果被录取 便一步登天了 这对谁来说 都是难得的好机会 但是 就是有一个人 不但不接受推荐 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在山西省阳区县有一个人 叫富山 博学多才 是一位书法家 思想家 明朝灭亡之后 他穿上道士的衣服 在地里打个洞居住 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 有大臣推荐富山到太和殿直接面胜考试 可是富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 他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 接到消息后 立即拖并推辞 坚决不复经应试 阳区县有个县令 叫戴孟雄 他为了讨好朝廷 三番五次上门游说富山 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 但富山都不为所动 县令戴孟雄见软的不行 就来硬的 一天 富山在家看书 突然七八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 二话不说 压着富山就走 就这样 富山被强行压往京城 到北京后 开讨那天 富山拒不应试 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富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 没想到 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 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枢的官衔 按照规矩 被封官职的人员 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写恩 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 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 富山却昂首携头 直立不贵 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富山的这种举动 吓得连忙拉富山跪下 不料富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 富山装疯卖傻的举动 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 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 富山身患重病 站立不稳 跌倒在地 也算谢恩了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默不作声 停顿片刻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富山文学卓著 念其年迈 特授内阁中书 着地方官存问 也就是说 让富山回乡做地方官 富山回乡后 仍然穿着布衣 自称为名 他寄情书法 狂放的草书堪称一绝 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平等许多名作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是皇帝的宝座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太和殿又被称为金鸾宝殿 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 太和殿的龙椅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 朝代更迭 太和殿的龙椅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 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王者的气派呢 公元1661年 清朝顺治十八年 正月初九 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 虚岁只有八岁的爱新觉罗悬夜 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凌晨三点 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 皇帝的布年 丹币大月 中和韶月 鲁布仪仗依次排列 此刻 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 及时已到 礼部尚书恭请悬夜 登上太和殿的宝座 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虚弥坐式平台上 通高172.5厘米 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 更别说小小的孩童 然而 玄夜稳稳地坐在宝座上 神态平和淡然 颇具王者风范 宝座名为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作为天子的龙椅 它名副其实 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文 椅背上盘绕着十三条活灵活现的金龙 后背及两侧立柱上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 宝座两旁有六根粗大的盘龙金柱 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 金龙翘首面向宝座 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枣井 枣井上盘卧一条巨龙 口闲光亮贱人的宝珠 俯首下市 士臣鸣鞭 广场上的官员 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寇大礼 其实 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 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 足足有十米 而皇帝坐在宝座上 视线被单臂遮挡 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 但是 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 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 从这一天开始 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 康熙 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 朝代更迭 天子异味都浓缩在 太和殿恢弘的宝座之上 修金期云龙文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 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 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 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 1908年11月初九 紫禁城太和殿 年仅三岁的溥仪被父亲的宰风抱上皇帝宝座 登基大典正式开始 古月齐名 响声大作 庄严肃穆 突然 哇的一声 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 加上那天天气其冷 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 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 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 溥仪的父亲在风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 双手扶着溥仪 叫他不要乱动 溥仪却挣扎着哭喊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父亲急得满头大汗 文武百官三寇九拜 没完没了 虎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 宰风怎么哄劝也不行 无可奈何 只好对小皇帝说 别哭 快玩啦 快玩啦 登基仪式勉强完成 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 大家都觉得宰风一口一个快玩啦 实在是不吉利 三年后 也就是1911年 清王朝真的完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到此结束 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 迎来送往了二十来位皇帝之后 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 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 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曾经受到了神异般的崇拜 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 都要俯首贴耳 毕恭毕敬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然而 清朝灭亡后 这把象征黄泉的龙椅宝座 却惨遭遗弃 险些被破坏 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 1915年 袁世凯篡位 开启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 袁世凯的登基大典 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 为了显示自己的红线王朝 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 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起一番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 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 也确实做了一些行动 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 把这漫文 它给扣掉了 广生了汉文了 前三殿的门额上都没有漫文 只有东西六宫 前前宫宫 还保存着这个漫汉文的这种匾额 来吧 原始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就被推翻了 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原始凯制作的西洋宝座 直到1947年 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巢部分 关于是否更换原始凯的这把座椅 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尊重历史遗存 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原始凯的这把座椅 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原始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他的红线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 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 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卵殿 应该恢复清代原貌 放回以前的宝座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 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 决定撤换下原始凯的西洋座椅 然而从1915年修金期云龙门宝座被替换下来以后 他就不知去向了 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到底身在何处呢 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 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是什么式样 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 在太和殿试着摆放 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 与宝座后面的雕龙修漆屏风很不协调 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衬 显然他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朱家进先生 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老照片 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饰样 按图寻找 专家最终在一间存房扩旧家具的库房里 找到了一把规格更大的宝座 很像照片中的龙椅宝座 宝座制作精美 通体修金 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理智用具 说明了它的显赫地位 宝座的尺寸很大 摆在太和殿倒是看着很协调 后来专家们又在一张康熙皇帝朝服像上 获得重大发现 身穿朝服的康熙皇帝 坐的正是这把龙椅宝座 经过多方考证 专家认定 它就是太和殿曾经使用的皇帝的宝座 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物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专家将其命名为 修金期云隆文宝座 遗憾的是 由于年代久远 修金期云隆文宝座已经有些残破 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 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 因为这些龙是经过雕刻的 有很多的透雕和楼雕的这种啃啃哇哇的 所以在清理的时候比较困难 在过去是绝对不许用胆子 任何什么狐狸毛鸡毛的胆子都不许用 因为我们俗称它叫尘土搬家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 有一种方式 就是一条肝毛巾和一条湿毛巾拧在一起 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 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 大家说笑话 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呢 如今修金期云隆文宝座 仍然高高地摆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镇中 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 仿佛在默默讲述着多年前的沧桑往事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沉风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宝和殿是北京紫禁城三大殿的最后一个大殿 宝和殿的后面呢 有一个巨大的平台 明朝皇帝常常在这里召见大臣 被称为平台召队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 曾三次在宝和殿的平台上 召见名将袁崇幻 从万千恩宠到被凌迟处死 宝和殿的平台上演绎了 袁崇幻怎样的悲喜人生呢 明朝崇祯元年七月 紫禁城宝和殿平台之上 崇祯皇帝庄重地坐在宝座上 此时的崇祯帝刚刚登基不久 几个月来 他在平台频繁地召队群臣 商讨国事 平台召队在宝和殿的后门举行 它不同于平日的早朝 更像是君臣之间私底下秘密的接见 除取了繁荣礼节 君臣间可以说更多的心里话 而今天崇祯皇帝对于赵对之事更为重视 因为他要接见的是一位非常倚重的大将 这就是寄疗都师袁崇幻 元崇幻是明朝时期一位著名的将领 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 英勇善战 明朝晚期 东北地区的后京政权 也就是后来的清朝 不断对明朝发起攻击 明朝天启二年 元崇幻还是一个小官 当时位于辽宁的广宁城师县 大家认定很快辽东就会丢掉 山海关迟早失守 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当时袁崇幻说了一句豪言壮语 他说 与我兵马前梁 我一人足守此 岌岌可危的明朝廷 马上任命袁崇幻为政五品官员 山海关监军 在后来抗击后京政权的战争中 袁崇幻先后取得了宁远大捷 宁谨大捷 后京政权的 开启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元崇煥又一次信心十足地回答 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 臣冒昧地认为 我用五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 这句话仿佛给崇祯皇帝吃了定心丸 崇祯帝高兴极了 当即给元崇煥数量庞大的梁响 人马 铠甲 大炮 弓箭 元崇煥又说 他驻守边境 担心有人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 他会受到排挤陷害 崇祯皇帝为了让元崇煥放心 想了想说 朕自有主张 然后崇祯帝派人拿来一把上方宝剑 交给元崇煥 让他关键时刻可以先斩后奏 崇祯皇帝跟元崇煥都有一种很兴奋的心境 因为崇祯皇帝刚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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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有报复 想力经除智 使明朝在崇祯 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对付后金呢 他就把宝压到元崇煥的身上 而元崇煥呢 感觉到呢 有五年时间 我灭掉这个后金 恢复辽东 第一次的时候 两个人的心境 应该说呢 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第一次平台赵队 君臣二人相谈甚欢 崇祯皇帝对元崇煥充满了希望 给人给钱给官 那么元崇煥有没有辜负崇祯帝的重托呢 接下来第二次宝和电平台赵队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明朝崇祯二年十月 由于元崇煥把守的辽东地区戒备森严 皇太极亲率八旗大军和蒙古骑兵 绕过元崇煥的房区 也就是山海关 明远 锦州房线 绕道从蒙古突破长城 攻险尊化 直逼北京 元崇煥得到皇太极 逼近京城的军报 心急如焚 他火速清点九千兵马 日夜兼程 士不传餐 马不在墨 终于赶在皇太极之前 到了北京广区门外 元崇煥率领援军 背衣城墙 先后在广区门外 左安门外 打退皇太极军队的猛烈进攻 元崇煥身先士卒 策马迎敌 浴血奋战 甲州上布满建策像刺猬一样 战争紧张激烈 11月23日 崇祯帝与宝和电平台 第二次召见元崇煥 此时的崇祯帝心事重重 眼看皇太极要打进城了 崇祯帝想的是老祖宗的江山 不要毁在自己手上 很快 元崇煥穿着青衣来到了饱和殿 见了皇上 元崇煥强调了局势的危急 崇祯帝对元崇煥嘘寒温暖 为了表达体恤之情 崇祯帝把自己身上的雕球大衣结下来 亲自给元崇煥披上 然后向他征询作战策略 元崇煥向皇帝提出 连日征战 士兵马匹疲惫不堪 是否能够让士兵进入城内 稍事修整 补充给养 崇祯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不允许一官一兵进城 就是寄疗都市元崇煥 也不许住到城里 这第二次平台召剑跟第一次 时间虽然相隔了仅仅一年的时间 但是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这一年多呢 辽东呢不仅没有恢复 女阵的军队呢却打到北京城了 崇祯皇帝呢 这是对袁崇煥去不满了 他对袁崇煥有点猜忌了 袁崇煥军队指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 同黄太极军队进行着战斗 当时仗打得很惨烈 时值出东 大营露宿兵机马俄 袁崇煥的军队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 这时紫禁城里的崇祯皇帝 又派人来找袁崇煥 说请他进城商议军饷之事 袁崇煥一听非常高兴 当即答应 这是他被第三次平台召队 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召队竟然送了性命 那么宝和殿平台之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宝和殿平台上 袁崇煥刚想提军饷的是 突然几名锦衣卫一拥而上 将袁崇煥制服 然后将他的官服剥调带上刑具 任袁崇煥怎么分辨都无济于事 平台上的崇祯皇帝一言不发 他挥了挥手 袁崇煥就被锦衣卫下了大狱 大敌当前战事紧张 在这样千军一发的危急关头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把英勇善战的大将军 袁崇煥抓起来呢 原来 崇祯皇帝得到密报 说袁崇煥作战是假 已经与皇太极一和是真 话说 清兵在城外驻扎的时候 抓获了明朝马皇的两个太监 晚上 两位太监听到隔壁传来 看守士兵的低语 其中一人说 袁崇煥和咱们的皇太极私底下 早就有了城下之盟 很快会引导咱们的军队进城 然后里应迈何 攻取北京 只日可待 后来两个太监 趁清兵不备偷逃了出来 二人为了表功 急忙将自己在清兵大营 打探到的阴谋 禀告给崇祯皇帝 于是 崇祯皇帝将袁崇煥下了大狱 并于八个月后 将袁崇煥临迟处死 皇太极的反奸计 确实促成了什么呢 袁崇煥被捉拿 但是袁崇煥真正被杀掉 那不单单是一个反奸计 他性格上呢 也有一些弱点 他尤其是什么的呢 多疑 还是写的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有些官员呢 就受到他的处理 罢免啊 杀头啊 最后造成袁崇煥 这个冤死的 决定权还是在 多疑的 这个崇祯皇帝手里 传真三年 袁崇煥被处死 袁崇煥死时 景象惨烈 尸骨不全 那天夜里 月黑风高 一名男子出现在西寺行长 他偷偷地清理了 袁崇煥残存的尸骨 然后迅速消失在 茫茫夜色中 他是袁崇煥君中 一位姓蛇的义士 他将袁崇煥残骸 葬于北京广渠门内 广东一园安葬 并在墓旁居住下来 隐姓埋名 从此 蛇家世世代代守护着 袁崇煥墓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 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 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 带来探秘自尽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五英殿是北京紫禁城 三大殿的配殿 并不出名 但是 在明末清初 朝代更迭的特殊时期 历史上最著名的 三位风云人物 都曾在这里坐镇天下 轮流上演了一番好戏 他们分别是 崇祯皇帝 李自成和多尔滚 然而 三个不同的人 却有三种不同的命运 让我们先从 崇祯皇帝说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参照 我们先从 青春 转发 打赏 一参照 我们先从 江湖上 如果我们先从 崇祯皇帝 还下令 减少膳食 撤去音乐 一参照 当年 岳望 也不再 那 身为一国之君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过得这么简朴呢 原来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 关外后金政权普世淡淡 内部农民起义不断 崇祯八年正月 陕西农民军突然挥师南下 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 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 隆恩殿等全部焚毁 被挖的祖坟 崇祯皇帝痛心疾首 羞愧难党 十月 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 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 痛心切齿 下定决心调集园兵 挽救江山 同时为了惩罚自己 立居五英殿 以示他与文武士族同甘共苦之心 崇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据记载 他是一位勤政的皇帝 崇祯皇帝言于律己 他二十多岁 头发就白了 眼角都是鱼尾文 史书称奇 鸡鸣而起 夜分不昧 往往焦牢成吉 宫中从无燕月之事 有一次 崇祯皇帝偶感危亚 扁林时免了早朝 后来遭到府城的批评 崇祯皇帝赶紧自我检讨 一个并不懒惰的皇帝 最终大明江山却断送在了他的手上 这是命运使然 还是另有原因呢 所以这个人呢 应该说他两面都比较突出 一方面这个人呢 他还是想这个勤政 有着一个治国的报复 当听到这个李子成的农民军呢 已经逼近京城了 在这个时候啊 他还想御驾勤政 所以他当时还这个很振振有词的讲啊 我不想做这个亡国之君 我御驾勤政 战死沙场 无憾 可另一方面呢 崇祯皇帝呢 他又是一个比较平庸的帝王 他又缺少一些呢 治国的才感 他性格上呢 也有一些弱点 他尤其是什么的呢 多疑 而且呢 报 那这么一来 他这个性格 也决定了他 挽救不了冥王朝的灭亡 朱友简在位17年 六下罪己诏 五英殿这次是第一次 但其实 在罪己诏中 他也强调 说自己用错了人 还说诸臣失算 百官也要省察过往 等于把责任又推到了大臣们身上 崇祯皇帝也并没有真正深刻的自行 最后 必居五英殿这件事 没多长时间也不了了之了 崇祯皇帝最终在北京的景山寺一 大明江山终结 明朝灭亡之后 紫禁城里来了一位新的主人 他就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 李自成把办公地点登基场所呢 都选在了五英殿 在这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李自成 陕西人 有勇有谋 征战四方 势力逐渐强大 成为闯王 明朝崇祯十七年 即公元1644年1月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 建国号大顺 同时东征北京 崇祯十七年三月 李自成攻打北京城 明朝军队会部成军 城外火光映天 城里的崇祯皇帝朱有俭 在前殿明中召集百官 却无一人前来 最终 崇祯皇帝在景山一棵树上 自意身亡 此时身边只有一名叫王成恩的太监陪同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 他把自己的办公地点选在了五英殿 在这里处理军政要务 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初 李自成下令 敢有商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 当时京城秩序上好 店铺照常营业 可是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农民军就开始四处抄家 他们制作了五千具家棍 威逼抢掠 到处横行 死伤无数 他领导的农民军 在进入北京之前 已经浴血奋战了十多年 大家都是流动作战 应该说历尽的坚强 这几十万大军 一下进入北京 这个时候 大家就以为是什么呢 大功告成了 就在这松口气的时候 大家追求的什么呢 是想的 当时有贪图这个贤才美女 李自成本人就带了头 他就把明朝的几个妃子 宫女纳入到他的帐下 4月13日 李自成亲自率领十万大军 奔赴山海关 征讨吴三桂 吴三桂转头 清朝摄政王多尔滚 两军联手击败李自成 李自成只能率部仓皇逃回京城 李自成战败 他万般不甘心 决定在紫禁城里再次登基 4月29日 武英殿内 李自成坐上皇帝宝座 匆匆忙忙地接受官员朝拜 在经过了一番闹剧般的折腾之后 第二天 李自成带着部队匆匆撤离北京 前往西安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李自成最终也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很快 入驻紫禁城的是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摄政王多尔滚 多尔滚在紫禁城的武英殿 度过了七年的摄政王生涯 他生前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享尽荣耀 死后却被掘了坟墓 削了掘位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在影视剧中 多尔滚的形象常常是高大健壮的 因为他能争善战 大部分人也都以为他长相威猛 其实多尔滚是一个身材细弱的人 而且据记载 他患有头疯病 经常头晕 黄太极抱病突然去世后 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 朝中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很快形成了 以皇太极的弟弟多尔滚 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的两派势力 一番权衡之后 多尔滚提出 由皇太极年幼的儿子弗林继承皇位 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 避免了关键时刻 亲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 布满六岁的福林登上了皇位 改年号为顺治 顺治登基后数月 多尔滚就率军入关 一举占领了北京 清朝从此入主中原 紫禁城里 多尔滚和布满六岁的顺治皇帝 曾布年进入五英殿 升作百官府邸跪拜 在隆重的朝会大典之后 五英殿一直是 殊职二人处理政务的地方 多尔滚在五英殿 度过了七年的摄政王生涯 直到一六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了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清朝是八旗部队 那么这个整白旗 香白旗 这两旗是在多尔滚的管辖之下的 他想把这两旗另外给他建立一个驻地 干嘛呢 做他毛反的一个基础地 那么这时候顺治皇帝已经长大了 他已经能够明辨是非了 所以他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什么呢 认为这个多尔滚呢 这个向篡圈 毛反是属实的 凡是多尔滚这个系统上的 甭管是在哪个植物上的官员 一律都要撤职 查完 这样才能什么呢 巩固了顺治皇帝的统治 从崇祯皇帝到李自成多尔滚 都是紫禁城五英殿的匆匆过客 但也都在五英殿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公围盛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在气势恢弘戒备森严的北京紫禁城 有一处澡堂 名为玉德堂 它的建筑风格 有明显的异域风情 与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 传说 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 为了讨好湘飞 专门给香飞洗澡的地方 那么 紫禁城里 怎么会有一座澡堂呢 它真的是香飞洗澡的地方吗 相传 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生性多情的人 在一次战争中 他得到了新疆回顾的一位王妃 王妃不仅貌美惊人 而且体带异乡 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 乾隆皇帝对香飞一见倾心 对她百般殷勤 为了帮香飞解除思乡之苦 乾隆按照她小时候生活的回子营 建造了宝月楼 让她感觉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乾隆迷恋香飞百般讨好 可惜仍然不得其心 早已心有所属的香飞誓死不从 乾隆与香飞的爱情 充满悲剧色彩 被文学戏剧作品一再渲染 那么 传说中的香飞是否却有其人呢 据专家考证 香飞却有其人 只是香飞是民间的称呼 正史中的记载称为荣飞 她是乾隆比较宠信的一个飞字 新疆回族人 是新疆回教的首领 葛木巴尔的后代 姓何卓 所以香飞又叫何卓氏 历史上真实的香飞是被送给乾隆的 公元1760年 香飞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平息叛乱有功 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 并派使者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北京 于是香飞随家人进京 这一年她26岁 貌美惊人 尚未婚嫁 她的家人为了报答乾隆皇帝的恩宠 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将她献给乾隆皇帝 对于晋献一事 香飞自己也是同意的 乾隆皇帝见到香飞后非常喜爱 立刻册封她为何贵人 入宫不到两年 何贵人就升为荣飞 又过了六年晋升为荣飞 也许是因为提友异乡 人们更习惯将乾隆皇帝的这位妃子称为香飞 为了香飞 乾隆皇帝专门命人在紫禁城建了一座异域风格的建筑 玉德堂 专门供香飞洗澡 玉德堂是什么样 传说是否属实呢 玉德堂坐落于紫禁城五英殿的西面 坐北朝南 在紫禁城里能够进入玉德堂的人少之又少 当年就是在宫里效力的太监也很少能目睹这座神秘的殿堂 从外不看 玉德堂建筑的上面有一处少见的穹顶 呈半圆形 上面还有天窗 这是土耳其式的建筑风格 难以想象 在以州里为最高建筑原则的紫禁城宫殿中 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建筑 玉德堂的内部结构也很特殊 紫禁城里的宫殿都是典型的木构建筑 而玉德堂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构建 而是用砖瓦石砌成 建筑没有横梁 被称为无梁殿或砖殿 玉德堂的四壁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 相传玉德堂是专供香杯洗澡的 为了香杯洗澡方点 乾隆煞费苦心地将离玉德堂不远处水井里的水 直接引进室内 水井上盖着小亭子 通过石槽把水引进玉德堂室内 在室内后壁住有铁制壁炉 可以直接烧水 很快蒸汽就充满了浴室 异玉的建筑 紫禁城里唯一的异玉的神秘女子 人们将香飞和玉德堂联系起来 似乎顺理成长 那么玉德堂真的是乾隆为讨好香飞专门给他洗澡的吗 传说中香飞与乾隆的爱情总是乾隆一厢情愿 真正的历史上香飞却很幸福 与乾隆皇帝非常恩爱 香飞入宫那年 从南方移栽到宫里的荔枝树 竟然揭出了二百多颗荔枝 大家都认为是他带来了祥瑞 对乾隆皇帝来说 这位长相俊俏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新疆女子 自然比其他妃嫔多了几许神秘色彩 香飞进宫是自愿的 从档案记录来看 他和乾隆相处融洽感情很好 皇帝宠爱他 他也很体谅皇帝 在后宫中谨守复道 贤良淑德 香飞进宫以后 西域很稳定 中央政权也很稳定 香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乾隆讨好香飞的所作所为 有很多都是杜撰 包括关于玉德堂 使供香飞洗澡的地方这种说法 1914年在玉德堂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展览 它有一件展品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这就是香飞的一张容装像 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运回来的 因为这张像呢 就把玉德堂跟香飞就连起来了 香飞呢 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 又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故事 跟在紫禁城里头有 玉德堂这个特殊的建筑 这几个特殊加在一起呢 就演绎了一段呢 大家流传到今天的 玉德堂的他的历史 说它是香飞洗澡的地方 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存在的 清朝的紫禁城戒备森严 从武门到中轴线上的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被称为前朝 是皇帝大臣处理正事的地方 前清门以后的宫殿 是皇帝和贫妃生活的地方 后宫贫妃不能干政 没有特殊许可不能走出前清门 更不可能到前朝游走 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慈禧 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 也只能在内庭前清宫养心殿活动 慈禧太后当权时 要到西苑或者是颐和园 都是出入西华门 而不能穿行外朝中路 当它途经五英殿石桥时 所成监鱼都要挂连而过 我们可以想想 住在后宫的香飞 如果想到五英殿的玉德堂洗个澡 恐怕要横穿小半个紫禁城 众目睽睽来到前朝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玉德堂是香飞洗澡的地方 是一种传说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史实 玉德堂的确是一座风格很特殊的建筑 在紫禁城里啊 怎么会有异域风格的宫殿 既然玉德堂不是香飞的浴室 它真正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明清故宫是在元代大内宫殿废墟上兴建起来的 专家说 玉德堂是元代皇宫的义物 元代宫殿不像明清建筑 只以黄绿两色为主 元代采用各色琉璃砖吧 尤其喜用白色 玉德堂墙壁上的琉璃砖正是白色 玉德堂浴室上的穹顶造型 也不是西洋建筑所独有 少数民族的建筑中也有穹顶造型 这种造型可以使建筑更好的防水、防潮、防腐 在古代周礼中规定 宫殿建筑有左厨房右浴室的谷礼 紫禁城西边古英殿的玉德堂 与东边文华殿的大袍景相对称 正应了这种谷礼 所以明代重修紫禁城宫殿时 玉德堂被保留了下来 它并不是给谁洗澡的 而是寓意儒家经典 沐浴从清洗身体开始 后来引申为整洁心态 于是有了玉德的说法 《礼记儒行》中讲 早身而玉德 意思是砥砺制行 使身心纯洁清白 那么玉德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的用户的确与勋征有关 不过勋征的是书籍 公元1680年 清朝康熙皇帝班旨 设立五英殿造班处 专门负责内附图书的刁板 印刷和装潢 也就是一个皇家的印刷厂 修书装潢过程中 燃纸 图腊 水煮等工序 都需要很大的空间 这些工序很有可能 都是在五英殿旁边的玉德堂完成的 同时印书的纸张用云香熏蒸 可以避免重铸 据清宫档案记载 嘉庆年间 茶库铸存黑香 白云香等物 各有千余金 一年五英殿蒸录所用无几 由此可见 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 玉德堂一直供皇家印刷厂使用 作为燃纸 薰蒸等用途 康熙年间印制了著名的 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年间的五英殿巨蒸版丛书 都是在五英殿和玉德堂完成的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乾清宫是北京故宫内庭的主要宫殿 明清两代的皇帝大多数都居住在这里 也会在这里处理政务 说到居住 这些皇帝中有一个皇帝最特殊 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在乾清宫居住的时候 曾经放置了27张床在宫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皇帝一个人休息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的床榻呢 今天我们参观游览北京故宫的时候 从南至北过了太和殿 中和殿和宝和殿 这三大殿以后 就到了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的后宫地区 在这里最重要的宫殿就是后三宫了 后三宫与三大殿位于一条中轴线上 属于中心建筑 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的康熙朝 皇帝都是在乾清宫里居住的 从雍正开始清代皇帝才移居到了阳心殿 天子有六寝 就是六个寝宫 每个寝宫搁一张床 可实际上 这个明代的时候 朱文章他没有搞六寝 他只搞了一个乾清宫 没有六寝 那么如果是过去一个宫殿 一个张床 六张床 那这个乾清宫里边 到了搁多少张床呢 这个呢我想真的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记载 说到乾清宫里有多少张床 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明代嘉靖皇帝朱厚聪 朱厚聪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原来依据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官张和 周哉的记载 专家们绘制的一个乾清宫平面图 竟然前前后后一共画出了二十七张床 这简直是前所未有的奇闻 依图所示 乾清宫有两层楼 上下一共九个房间 一层有五间 二层有四间 张和记载 中一间至床三张于房下 左一间至床三张于上 左二间至床三张于下 左三间至上间又至床三张于上 左四间至下至床三张于下 又四间亦如之 天子随时居秦至度输役 九个房间每间三张床一共二十七张床 这个嘉靖皇帝朱后聪 把天下九五至尊的气牌都放在一个乾清宫里 也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有关明代前清宫内部格局的史料呢 少之又少 那么像前清宫里有二十七张床这样的资料更是凤毛麟角 这么珍贵的资料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叫张和的人的书中呢 张和是谁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张和在明朝嘉靖时期曾任职刑部主事 也就是负责审理各类刑事案件 能让他有幸记录下乾清宫内部格局的 正是轰动朝野的人吟宫殿 公元1521年 朱后聪继承了皇位 成为了明朝的第十一个皇帝 嘉靖皇帝 朱后聪当上皇帝的时候才十五岁 年纪轻轻的他竟然很快被长生不老的传说 迷住了心窍 在紫禁场里设立道场 祷告神灵 祈求神仙能够赐福 让他长命百岁 长生不老 朱后聪为了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 竟然开始无情地摧残那些可怜的宫女 朱后聪是怎么摧残宫女的呢 原来炼丹道士告诉朱后聪 每天喝甘露就会精力旺盛 长久饮用就可以延年益寿 于是朱后聪命令宫女们每天到御花园去为他采集甘露 甘露实际上就是露水 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宫女们就得来到御花园 先把自己的手都洗干净以后 然后左手拿着玉杯 右手拿着玉簪 一滴一滴地采集着树叶上的露珠 历代帝王都追求长生的了 汉武帝也是这样 说他这个道士们给的建议 就说是要接仙人赐给的露水 把这个露水呢 和上玉蟹 就是玉的末 碎末喝下去 可以延年益寿 所以汉武帝就建了这个承路盘 来接这个仙人 明代的嘉靖皇帝信道教的 他也要追求长生不逃 所以做了承路碑 拿玉杯 让宫女们去接这个露水 宫女们站在凉风袭袭的花木丛中 露水打湿了衣服 冻得浑身直打哆嗦 时间长了 宫女们纷纷病倒 有好几位年纪轻轻 就得了风湿病 可是采集露水的工作 却一天都没有停止 采集干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差事 诸侯从后来把它当成了一种惩罚 犯了罪的宫女就会被受罚采集露水 就算是嫔妃 只要做错了事 就会被赶去和宫女收集露水 诸侯聪还传下命令 谁要是有一句怨言 立刻就处死 长时间被虐待的几名宫女 在商议之后决定反抗诸侯聪 秘密杀死皇帝 明家境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也就是公元一五四二年的农历十月二十日 宫女杨金英 宫女杨金英与另外几位宫女悄悄地走进乾清宫 一个宫女顺手从一帐上揪下来一些花绳 很快就凝成了一条绳子 拴成了套扣 准备除去这个暴君 宫女们虽说恨透了诸侯聪 可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却有点害怕了 一个个不由地浑身发抖 最终几个宫女心一横 悄悄地走到诸侯聪床前 准备除掉这个每天都在虐待他们的暴君 没想到瘦弱的宫女握着绳子 怎么也摇不动 宫女们吓坏了 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 忽然背叛了姐妹 撒腿就跑出了乾清宫 一直跑到昆宁宫 报告了皇后 皇后一听 赶紧召集人到乾清宫救驾 这时候的诸侯聪虽然没有被宫女们杀死 可是她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 早就被吓得昏死过去了 门寻赶来的皇后等人抓住了杨金莺他们几个宫女以后 想要逼问出谁是本案的主使 便找到刑部的张和等人 严刑拷打之后 将参与本案的宫女全部处死了 杨金莺他们这些宫女 为什么没能勒死嘉靖皇帝呢 原来宫女们在慌乱之中 把绳子打成了死结 怎么也拉不动 这样诸侯聪才逃过一劫 可是他们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 使得往后的那些帝王们提到这件事 都心惊胆战 特别是诸侯聪下得搬到以前的旧宫 二十多年不敢回乾清宫 而这次宫女刺杀皇帝的事件 正好发生在仁寅年 所以称之为仁寅宫变 张和作为嘉靖时期的刑部主事 曾经负责审理过仁寅宫变 张和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进过乾清宫 所以对乾清宫有二十七张床 这一格局做过详细的记载 那么这二十七张床 会不会和仁寅宫变有着直接的联系呢 从仁寅宫变死里逃生之后 胆小的诸侯聪再也不敢住在乾清宫里了 朝中的大臣们请求诸侯聪回到乾清宫居住 可诸侯聪坚决不肯 想让皇帝回到乾清宫居住 就要大大加强乾清宫的安全性 那么在宫中放置二十七张床的设计 是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呢 那么据记载啊 所说的这二十七张床啊 是在这个人云宫变之前的事情 因为根据章河的记载说啊 圆暖阁在乾清宫后 就说是呢 在这个乾清宫啊 它是有什么的呢 建有暖阁的 既然九尖上下二十七张床的设计早就存在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杨金英那些宫女是怎么知道 诸侯聪睡在哪张床上的呢 她们又是怎么躲避开太监和侍卫的呢 根据明世宗实录中的记载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公毙杨金英等共谋大逆 四上寝熟 以神异之 物为死结 得不输 明世宗实录为我们记录了事实真相 就是四上寝熟 说明伺候皇帝 并且等待他入睡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些宫女 他们有机会接近诸侯聪 也知道诸侯聪睡在哪张床上 而在历史记载中 背叛姐妹的张金莲 跑出乾清宫的时候 竟然也没有一个侍卫和太监进宫救驾 原来在明代的时候 没有皇帝的口谕或者是皇后的带领 谁也不敢进入乾清宫 乾清宫是皇帝一个人休息的地方 怎么会有人敢硬闯进来呢 本来为了安全考虑 在乾清宫里放置了二十七张床 可没想到这二十七张床 不能防得住陌生人 可没能防住皇帝身边的宫女 现在的乾清宫 经过清朝皇帝的改造 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它原来的样子 但是人银宫殿和二十七张床的历史 还可以让我们寻找到明代皇帝 在乾清宫里生活的宗迹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焦太殿与昆宁 称为后三宫 后三宫中的乾清宫与昆宁 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和皇后的宫殿 在这两座宫殿中间 还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焦太殿 焦太殿是做什么用的呢 而在焦太殿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今天我就给您讲讲 发生在故宫焦太殿里那些恩怨焦家的宫廷秘密 北京故宫的焦太殿也是位于故宫的中轴县上 属于内庭中心建筑 焦太殿中的宝座同样也是设在紫五县 也就是中轴县上 说到与焦太殿有关的传奇故事 就不得不提到一块曾经树立在焦太殿的铁牌 在顺治十二年六月的时候 焦太殿立了一块铁牌 这铁牌上面有顺治皇帝的赵定 赵定的内容就是不许中官干预朝政 这里说的中官就是太监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事情 甚至有的时候太监他们合起伙来决定皇帝的心肺 那么为什么要在焦太殿里面设置这块铁牌呢 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清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 年仅十二岁的顺治皇帝得到消息 自己的叔父多尔滚在狩猎的途中 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 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月 多尔滚就因伤势过重 无法医治而去世了 而顺治得到叔父去世的消息以后 竟然非常高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顺治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只有六岁 年幼的他根本无法处理朝政 一直是由母亲孝庄皇太后教导 并且由叔父多尔滚辅政 在中国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段历史的演绎 都会提起年幼的顺治 十分不满母亲与叔父的管束 因为母亲的不放心与叔父的强势 让天资聪颖的顺治 一直都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 多尔滚的死 让十二岁的顺治摆脱了傀儡皇帝的形象 正式亲政 年轻气盛的顺治 朝中的元老大臣 对国家政治甚至皇帝的婚姻家庭 总是过多的干预 甚至是工女太监 都还把她当成小孩子看待 这让顺治非常愤恨 直到顺治十年六月 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农历六月 年仅十五岁的顺治 再也忍受不了轻蔑的眼光 突然颁布上狱 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 一 非经差遣不许善出皇城 二 直私之外不许干涉仪式 三 不许招引外人等等 一共六条规定 御令预布以后 顺治还是不放心 两年后 他再次发布上狱 严禁太监干涉朝政 并将这道上狱 刻在三块铁牌上 分别放置在交太殿 内务府和慎行司三个地方 为什么要把铁牌放置在后三宫中的交太殿呢 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在暗示什么呢 顺治皇帝把这铁牌立在交太殿 他表面上是给宦官看的 实际上韩玉岑很深的含义 是警示他身边的一些人 比如他的母后孝庄皇太后 他的皇后这些身边的人 因为历史上干预朝政的往往是两种势力 一种是宦官 一种是外戚 那么顺治皇帝 还特别设立了十三个衙门 来查处宦官 他规定下来 如果一经查实 要严惩 甚至有的呢 要凌迟出死 随着铁牌呢 也叫什么呢 十三衙门铁牌 原来紫禁城里的太监 是一群常年陪伴在皇帝 与后妃身边的人 因此整顿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 而且明朝就有太监把持朝政 已经威胁到了地后人身安全 自从铁牌放置在交太殿 内部符合慎行思以后 宫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年幼的皇帝面前 胆敢做出一点愉悦的事情 谁也不敢在背地里讽刺顺至 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皇帝呢 这块铁牌直到顺至皇帝去世 康熙皇帝登基以后 还一直安置在交太殿中 许多年后才被后人收藏起来 不再摆放在殿内 时至今日 包括交太殿内的那块 三块珍贵铁牌 全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其实啊 在交太殿里不但有顺至严惩太监 这样的国家大事 也还发生过一些夫妻吵架半嘴的后宫琐事 而夫妻在一起生活 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 更何况像皇帝这样 嫔妃众多争风吃醋的后宫故事 更是多得数不清啊 太帅了 人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冬日天气寒冷 田贵妃并没有步行到焦太殿 而是一直乘着车 到了焦太殿门口才下车 殿内的周皇后看到田贵妃 这种恃宠而骄的行为 非常不高兴 就让田贵妃在门外候着 这时候 袁贵妃来到了焦太殿 刚到门口 周皇后就让她进去朝贺了 门外的田贵妃吹了半天的寒风 等到袁贵妃离开以后 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 行朝贺礼时 周皇后沉着脸不发抑郁 田贵妃看周皇后对袁贵妃十分热情 两人有说有笑的 在后宫聊天将近一个时辰 可是对待自己却十分冷漠 田贵妃更感觉周皇后的厚此薄彼 于是就怀恨在心 向崇祯哭诉自己 受到了顾公平的待遇 周皇后跟这个崇祯皇帝 是很恩爱的 可是田贵妃有时候呢 就在这个崇祯皇帝面前呢 说这个周皇后的坏话 说一次不听 说两次说多了 崇祯皇帝对周皇后呢 也心生借听 那么就在新年朝贺以后不久 崇祯跟周皇后呢 在交胎殿见面了 崇祯皇帝呢 就说起了田贵妃 对于这个新年朝贺时候的一些意见 说到这以后 皇后跟皇帝俩呢 就争吵起来了 在这争吵过程中间 崇祯皇帝就推了皇后一把 周皇后没有思想准备 一下就摔倒在地 在众人面前摔倒在地 而且被皇帝推倒的 周皇后感到是很丢人 觉得是奇耻大辱 回到自己宫里的周皇后 越想越愤怒 开始绝食抗议 后来崇祯皇帝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对皇后做出这么粗暴的行为 崇祯皇帝后悔不已 连忙下令 赐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雕球 事发的当日 崇祯还特意到了皇后宫里 先是给还在生气的皇后赔罪 又心平气和地问道 朝贺之时 皇后与田贵妃会面 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皇后这才把对田贵妃 略施惩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 周皇后最终争回了面子 夫妻二人也和好无出 在此之后 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 崇祯惩罚了田贵妃 到启祥宫反省过错 而且整整三个月 不再召见田贵妃 算是给自己在殿前 推倒皇后的行为 做出了弥补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气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博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北京故宫的昆明宫 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 是皇后的寝宫 同时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 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 作为皇后的正宫 明清两代五百多年历史中 在昆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 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 寓意安宁安康的昆宁宫 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 中国明清时期 在紫禁城昆宁宫成婚的皇后 都有着悲惨的一生 从第一位在昆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 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 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 第一位在昆宁宫大婚的皇后 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后 前皇后 朱祁镇八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 太皇太后早早地就为她选了一位姓前的少女 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 七年以后 也就是公元1442年 前世被策立为皇后 明英宗与前皇后的婚礼 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初婚仪式 而明英宗与前皇后 也成为了在昆宁宫大婚的第一对夫妻 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还算美满 可是明朝的边疆屡屡遭到侵犯 二十几岁的明英宗 亲帅大军 御驾亲征 讨伐敌军 让人没想到的是 明英宗徽师北上没多久 在京城苦等丈夫的前皇后 就得知了一个噩耗 这天 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地闯进宫中 对着还在秀女红的前皇后说 大事不好了 皇上被敌军抓走了 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敌军的诡计 最终被俘 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 前皇后心急如焚 日夜哭泣 明史后飞传中记载 明英宗被俘期间 前皇后 夜哀气欲天 转即卧地 笋一鼓 以哭泣 复笋一目 原来 心急如焚的前皇后 日夜哭泣 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 又因为长时间坐在昆宫冰檐的地砖上凸起 导致她一侧的大腿骨损伤 走路都十分困难 明英宗被扶楼以后 前皇后非常着急 她以为用钱财能够赎回来 就把宫中她能收下的钱财 都要送给瓦剌送给李仙 实际野仙 是把明英宗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 不是几个钱就能够赎回来 我们知道宫中不能一日无主 明英宗被俘以后 很快 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 他的弟弟就继续了 那就是历史上的景泰皇帝 这时候也先一看 明朝有了新皇帝了 明英宗在他手里边 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力量 于是把明英宗就放到他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 不但没有受到欢迎 竟然还被弟弟朱祁玉 软禁了起来 至此未受打击的朱祁镇 与残疾的前皇后相依为命 吃不饱 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 根本无人照顾 只有忠贞不二的前皇后 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 托人带出去变卖 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这对苦命夫妻 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 这一人就是七年 让人没想到的是 经历了七年的软禁之后 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 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 复卫八年以后就病逝了 留下了丰毒残年的前皇后 前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 抬进空宁宫的正宫皇后 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 失去丈夫的前皇后 似乎成己 抑郁寡欢 离开了人世 第一位在昆宁宫成婚的皇后 命运就如此悲惨 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崇祯皇帝的皇后 在昆宁宫自意身亡的故事 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 那么清朝的皇后 在昆宁宫的生活 能否有所转变呢 昆宁宫是皇后的正宫 可您知道吗 只有明朝的皇后 才真正住在昆宁宫里 而清朝大多数皇后 都是住在东西六宫 清朝的皇帝和皇后 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 在昆宁宫里住一夜 那么皇家的婚礼 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 在昆宫中就能够了解到 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 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 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 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 最不幸的一位 清代皇帝 本来是在虚岁十四岁就可以结婚了 可是光绪皇帝 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 结果到了十九岁 才迎娶纳拉氏 而纳拉氏又比他大三岁 这个纳拉氏本来就是他不中意的一个人 可是呢 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 他不得不取从 取了 对不对 皇后 结婚已经晚了几年的光绪皇帝 没能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子 本来心中已经是怒气难平 看着相貌平凡 年纪还比他大好几岁的妻子 光绪更是心中暗暗想着 这场婚礼要是办不成才好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场迟来的婚礼 竟然还真的就差点没办成 清光绪十四年的十二月十五日 也就是公元一八八九年的 一月十六日的夜里 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 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被引燃了 这一夜以后 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皇后大婚要从南向北依次进五座大门 那就是大清门 天安门 端门 五门 最后是太和门 大火是阴历十二月十五日烧的 大婚定在了正月二十七日 这之间只有四十多天 要在修一座门的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的 但是不能没这个门 所以宫中的人呢 极度胜至 就在呢 太和门这个原址啊 用纸扎了一座门 所以用纸扎的门 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从光绪皇帝大婚图中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端庄雄伟的太和门 颜色 大小 形质 都与原来的太和门一模一样 就连内庭宦官都没能分辨出来 可见扎彩工匠们巧夺天宫的技术 光绪皇帝的大婚 是明清皇帝婚礼中 最隆重 声势最浩大的婚礼 可是光绪皇帝的大婚 在历史上被称为 有名的四部悲剧 而这四部悲剧 有三件事都与昆宁宫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四部是吃长寿面不长寿 吃团圆扇不团圆 白子曼礼不生子 刺金如意不如意 而这四件事有三件都是皇帝大婚时 在昆宁宫里完成的仪式 吃长寿面不长寿 说的是皇帝皇后在大婚荡日 在昆宁宫行和锦礼的时候 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 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三十八年 皇后也只活到了四十六岁 吃团圆扇不团圆 说的是新婚第二天 皇帝与皇后在昆宁宫吃第一顿饭 名叫团圆扇 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 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 不得宠的皇后 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 白子曼礼不生子 说的是在昆宁宫的洗床上 挂着一张绣了一百个样貌各异 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 整天忧心博士 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 直到死的那一天 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昆宁宫原本是希望安宁太平 可是清朝入关以后的十位 第一阵的皇后 却都没过上好日子 有的呢是不幸早年永远早逝 有的呢可能是触犯了皇帝 被脱免了废除了 还有的呢是皇帝早逝 他呢守管了 有的呢被打入冷宫甚至自杀 这么看来啊 光绪的妻子 只是他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 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 他们期盼着昆宁宫 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 最终都没能实现 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 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 一般是从五门进 再从神五门出 一路下来呢 大部分游客看到的 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 有一个地方 它虽然很重要 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 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 南三所 众所周知 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 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 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 那么在故宫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 特殊的宫殿呢 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换 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 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 明清两代的皇宫 在中国古代 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然而 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 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 南三所 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 三进四合院组成 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 之所以说它特殊 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 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 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 这还要从他的修建说起 公元1746年 36岁的乾隆皇帝 已经有了六个皇子 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 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 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 专家说 在阴阳五行学说中 东方属木 而绿色主生长 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禁城东侧 并用绿色瓦片覆盖 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 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 很多人会认为 这组宫殿只有三间房 其实固然 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 要超过二百间 规模不小 由于保护得力 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 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 在里面行走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故宫南三所里 不仅有三眼水井 还有好几口大水缸 专家说 他们的存在 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明年一月三一年二月十二日 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 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 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片喜庆的背后 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 当天中 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 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 顿时吓坏了所有人 当人们匆匆反倒时 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 紫禁城的建筑都为木结构 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十四个房屋被大火吞噬 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 嘉靖皇帝非常着急 他赶到现场后 一方面只会灭火 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 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 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 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 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 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 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 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 而另一些皇子卖出游玩 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 并没有皇子在里面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 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 嘉靖皇帝建庄 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 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 也许是这场大火 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 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 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 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 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 除此之外 在主殿的屋顶 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 能震火的龙行吻兽 不仅如此 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 设置水井三眼大缸十八口 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 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 如今十八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 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到了清代 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 重修了一组宫殿 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 和嘉靖皇帝一样 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 也极为重视 南三所修好后 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 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 南三所自从修好后 再没有找过一次火 比较有意思的是 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 是第一批入驻南三所的人 相传 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 颇为忌惮 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 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 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 而这一切都要与帝师诸归 对他的教导有关 南三所修好后 刚刚十六岁的黄十五子永远就搬了进来 在他上学读书时 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龟 而他与朱龟的结缘 则完全出于偶然 当时永远贵为皇子 而朱龟还是一个三平官员 由于他刚正不阿 不爱应酬 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 不少人上书弹劾他 起初 前龙皇帝也很气愤 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 才发现朱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前龙心想 既然在外做官不顺 干嘛不把他照进京城 因此 屡屡被人弹劾的朱龟 不仅没有丢掉官职 反而因祸得福 来到了京城任职 在这里 朱龟获得了一份新工作 那就是做黄十五子永远的老师 公元1775年 朱龟正式进京 教永远读书 当时的朱龟已经44岁 而永远却刚刚16 28岁的年龄差距 定位阻挡 诗声间的情感声闻 两人很快成了望眠教 永远的好学 给朱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每天放学后 永远都潜心练习书法 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 玉比利轴 是永远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 利轴上方的无为二字 写得极为入目三分 堪称点睛之笔 整篇文字的书体 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 十分潇洒飘逸 够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 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 永远还经常拉着朱龟来到南三所 为自己开小灶 在南三所 在南三所里 周龟不仅教他学问 还教给他的很多丑事之道 在师生相处的五年中 永远的视野大为开阔 可惜的是 好景往往不长 五年后 朱龟被外放到福建做官 临别时 永远十分舍不得他 拉着朱龟来到南三所 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 而朱龟也拿出了 早已准备好的十个字 送给了年满二十的永远 这十个字是 养心 静身 勤业 虚己和制成 永远得到后 如获至宝 将它们挂起来 放在南三所的住处 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 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 而他也时时刻刻 想照朱龟进京辅佐自己 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公元1796年 永远正式登基 这就是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 急切地想重用老师 没想到 他的这份器重 不仅没有给朱龟带来好运 反而险些给朱龟带来了危险 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 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 他十分想让朱龟顶缺 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 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 欣喜若狂的他 马上写了一首贺诗 要寄给朱龟 然而 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 就先被和珅拿到了 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 他查朱龟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 就想方设法地阻挠 他深深明白 乾隆虽然退位 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 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 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龟 这属于大逆不道 如果让乾隆知道 一定会非常愤怒 果然 看到这首诗后 乾隆非常生气 提出要处理 嘉庆和朱龟两个人 最终经过其他人的距离力争 两人才免于出发 但朱龟进京的计划 却不得不搁浅了 经过这一次波折 嘉庆皇帝对于朱龟进京 已经不保太大希望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 公元1799年 乾隆在养心殿去世 享年89岁 乾隆死后 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 赵朱龟进京 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 投到大牢 当师徒俩见面后 一起来到了南三所 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 当时的朱龟 已年近七旬 而嘉庆也即将步入 不惑之年 嘉庆皇帝重用朱龟 凡是国家大事 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 到了嘉庆十一年 76岁的朱龟 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嘉庆皇帝 听说老师去世后 忍不住师生痛苦 不仅亲自参加他的葬礼 还赐予了朱龟清代大臣中的 最高嗜好文正 十年后 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 南三所时 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 南三所见证了 嘉庆皇帝和老师朱龟之间 深厚的师生情谊 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 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 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 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紫禁城中有个上书房 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 是清代的皇家学堂 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 您也许很难想象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发生过一件奇事 君临天下的清代帝王 和尊贵的小皇子 竟然为一个臣子下跪 这在中国历史上 可是闻所未闻的事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 这段上书房里发生的故事 这是紫禁城的一张地图 上书房就在乾清宫的东侧 离宝和殿不远 始建于清雍正年间 在中国的清代 这里是一所皇家学校 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 清代皇帝 对皇子们的教育 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上书房的位置很特殊 他位于皇帝的书房 南书房不远 在前朝和后庭之间 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 眼皮子底下 皇上每日上朝下朝 都会专门来到这里 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 都是锦衣玉食 无忧无虑 其实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清代的皇子们 从六岁起就开始到上书房读书 一年之中 只有春节 端午 中秋 万寿节 也就是皇帝的生日 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 这五天假日 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 就到上书房读书 因此 每日凌晨 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 到上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 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 这一天 上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道官皇帝处理完朝政后 特意来到乾清宫中册的上书房 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 每天这个时候 皇子们都在上书房读书学习 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 道官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 悄悄来到上书房外 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 是否都在用功读书 谁知 眼前看到的一幕 让他大吃一惊 皇四子义主 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 再仔细一听 义主的老师杜寿田 正在大声训斥着义主 道官皇帝立马火冒三丈 心里大骂 好你个杜寿田 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 是让你教学问的 你竟然敢体罚皇子 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想到这儿 道官隔着窗户高声喊道 读书是君王 不读书也是君王 大清天下马上革 杜寿田听到道官皇帝的话 不仅没有出来道歉 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 读书之礼是明君 不读书之礼是昏君 一统江山马下制 原来贪玩的义主 背不出杜寿田 故知的作业 杜寿田大发雷霆 正在责令义主罚贵 并反省自己的错误 道官皇帝听完杜寿田的话后 马上走进了上书房 此时 所有人都为杜寿田捏了一把汗 在封建社会 臣子让皇子下跪 并当面顶撞皇上 这可是要被杀头的 但出人意料的是 道官皇帝竟然拉着 皇四子一主 双双跪在了杜寿田面前 随后 道官皇帝向杜寿田道歉 并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义主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 双龙贵臣的故事 但这究竟是民间传说 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 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 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道官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 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再会记得日子 那么杜寿田的 并且是永远少杜寿田的 并且是广告 他会记得日子 不过有什么事 我再会记得日子 这就是小时 那我就会记得日子 最后就会记得日子 不过整个人 不过 所以我们会记得日子 我们会记得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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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干天和》 一局打动了道光皇帝 身体越来越差 一天 道光皇帝突然病重 眼看不见好转 道光皇帝明北 已经到了必须立太子的时候了 因此纠结的道光皇帝 又为两位皇子准备了第二次考试 地点就设在上书房里 义主得到消息后 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争夺太子的机会了 他赶紧叫来杜寿田 请教老师自己该怎么做 杜寿田对义主说 明天不管问你什么 你只管跪在地上哭就行 那么 这招能有效吗 第二天 道光皇帝派人 将义心和义主叫到了上书房 见到两位自己最心爱的皇子 询问了各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后 便向两位皇子问起了 各自对国事的见解 义心平日里关心国事比较多 讲起治国策略 头头是道 听得道光皇帝连连点头 转而问义主时 义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然后便开始大哭 道光皇帝非常诧异 再三催促让他说话 义主这才哭着说 父皇宽厚仁慈 积德行善 定得苍天庇佑 永不死去 我愿意永远服侍父皇 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 打动了一个父亲的心 虽然义心的回答有谋略 有方针 但相比之下 义主的仁爱孝顺更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心 于是道光皇帝秘密将义主立为了太子 公元1850年 道光皇帝驾崩 遵照他的遗诏 义主顺利登上了皇位 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顺利登上皇位后 仍然经常来上书房 并常常与老师杜寿田在这里商讨国家大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